大家好,我是育德 我們今天做了三個任務 第一個就是定海神針 第二個就是挖法務部的資料 有做,我們有把Fenton.js換成Headless Crown 因為Fenton.js已經被棘區拘掉了 所以今天經過大家的討論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要用Headless Crown 然後今天就是資料格式乾坤大樓 就是我們今天有把一些警證署的資料做一個簡單的 應該說做一個統整 那我們先示範一下 其實原本的警證署資料是長這樣的 其實是還蠻噁心的 所以我們下午都在討論說這些資料怎麼處理 所以這是資料科學家最Sacy的工作 就是要處理這些東西 對,然後之後我們討論的結果就是 我們把它simple到這麼簡單這樣子 對對對,就是把它變成 一切到然後按它的年份 然後發生數、過貨數這樣子 把這些資料做個比較扁平化的處理這樣子 以利我們之後把它變成就是 就是API的測試去釋出讓大家去使用 那再來就是限制的部分也有做一個分類這樣子 對對對,那再來就是罪名的部分 我們也有做grouping這樣子 就是有些罪是其他罪名的延伸嘛 是它的項目 所以我們這部分 我們第一步已經把它做好了這樣子 對,那之後就是等著把資料做parsing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parsing的部分呢 也有請就是那個 感謝Gilbert來幫我們忙 所以我們就是在 就是我們這邊有寫出一些 不錯的parser可以使用這樣 對,然後我們可以就是用一個parser 然後去解很多很多的table這樣 就很感謝Gilbert今天突然加入我們 我們實在非常開心這樣子 對,然後再來就是 關於有些人來問那個tabula 那tabula的部分就是很 就是昨晚我們其實有一位朋友已經幫我們就是 熬一下班很晚還幫我們把它全部整理出來這樣子 對,那我是報告完才發現它已經整理出來這樣子 對,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 你們可以看到我們共鳴 然後這邊有手把手教學 所以就是跟著這個step把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把這個東西實現在你的這個裝置上面 然後基本上應該就是可以work的起來這樣子 對對對,然後希望這個工具 這個簡單的note可以幫助大家 假如要去解析這個政府的pdf資料這樣子 對,然後它可以幫助你把它變成csv 還有其他的資料格式 以你以後續做利用這樣子 對,那我們今天就考考的這裡 謝謝大家 OK,下一位是小翻 小翻 小翻 欸這律者 有時候 有時候